大家好,今天聊一聊传说中消失的大陆 这是一个曾被动物学家猜测存在 在一些繁语史诗中也被多次提及 甚至三海经也可以为其佐证存在过的大陆 利莫里亚大陆 其实从这片大陆是否存在这个争议程度来讲 利莫里亚大陆应该是和亚特兰蒂斯齐名的 火星男孩玻利斯卡也曾说过 利莫里亚大陆是存在过的 那么如果它真的存在过又沉入海底 那么这片大陆之前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印度洋上 而且这个位置并不是一个观点提出之后 逐渐被其他人认可的那种 而是多点开花 不同领域没有交集的人都这样猜测利莫里亚大陆的位置 传说中的利莫里亚大陆又叫做狐猴洲 最早提出这个假设的是英国动物学家菲利普 他提出了一个路桥假说 是因为他发现狐猴生活在马达加斯加 但在远隔大洋的非洲、印度、马来半岛也能见到 因此他断定马达加斯加与印度之间应该有一片大陆桥 至少在哺乳类动物出现之后依然存在 那菲利普还认为这片沉默的大陆 很可能和人类文明的发想有关 这其中的联系可能就是人类从非洲走出来 有这样一个大陆桥的话应该会更方便一些吧 菲利普呢他是一个动物学家 动物地理学分区就是由他开创性建立的 所以这个猜测呢是属于学术界的 那与之平行的就是人们发现在古印度繁文的史诗中 也曾多次提及印度以南有着大片的陆地 在古印度史诗《离聚废陀》中记录了上古时代曾经有过的三个大陆 其中一个临近印度的大陆因火山爆发而被撕成了碎片沉入印度洋深处 从方位上来看 《离聚废陀》中所指的就是利莫里亚大陆 而在另一部史诗《罗摩掩纳》中则记载了那片大陆沉默的后续 就是灾难发生之后还是有少数的生还者到达了印度 成为了精英阶层婆罗门 那么关于这些记录呢 有作者出了一本书就叫做《史前文明档案消失的利莫里亚文明》 作者弗兰克是经过长期的学术研究与大量的实地考察 他断言在利莫里亚这片大陆上曾经是人类的故土或是伊甸园一般的存在 只是在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之后 利莫里亚沉入大海 而一些幸存者将他们的科学技术带往了亚洲 波利尼亚以及美洲 所以弗兰克认为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都是利莫里亚人的孩子 我不知道他指的这些科技是什么 但是可以看出一点 就是利莫里亚的科技是高于其他地区的 那么这一点又和火星男孩波利斯卡的说法是差不多的 都在表明利莫里亚是史前高度发达的文明 当时七岁的波利斯卡宣称 在他的某段记忆中 自己是来自很久之前的火星 而在那段记忆中 他就曾经来过地球 他第一次登陆地球的着陆点 就是利莫里亚大陆 在那片大陆上 他看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并且在那里还结交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并且见证了利莫里亚大陆的沉默 而在一些神秘学书籍里面 又进一步的说明了 在利莫里亚这片大陆上 为什么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 是因为在那片大陆上 生活着来自某素星 天狼星 以及七姐妹星团的移民 他们在地球上呈现出物理形态 并认为他们和亚特拉内斯 是同时其并存的两大文明 而利莫里亚的科技程度 显然要更高一些 利莫里亚人的精神文明高度发展 也是最早提出灵性 达到身心灵健康统一的文明 利莫里亚人注重爱与和谐的生活方式 他们会在音乐 绘画 文学 建筑 雕刻等领域 投入大量的精力 有神秘学者认为 利莫里亚人的体型瘦小 为了避免被地表上的外族和野兽侵袭 他们大多居住在地下 所以时至今日 仍然有人相信在地心深处 有利莫里亚人的遗族在居住 并凭借其先进的科技持续发展 同时世界上频频出现的UFO 很有可能和他们有关 那么这个猜测就挺有意思 一下子就解释了两个谜团 说地心人和UFO 可能和利莫里亚的遗族有关 那么在这些传说或猜想之中 都提到了利莫里亚大陆 最终是沉入了海底 火星男孩波利斯卡说 当时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的灾难 巨大无比的大陆 被暴风雨般的海水吞没 而这一切呢 就发生在利莫里亚文明的最兴盛时期 而依据古印度繁文史诗和太平洋一些岛屿的传说故事 利莫里亚文明也是带着诸多的未解之谜沉入了印度洋 那么至于沉默的时间呢 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八十万年前的远古时代 还有人说是一万多年前和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一同沉入海底的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 都是人类文明诞生之前的事情 所以如果利莫里亚真实存在过 那就是妥妥的史前文明 而对于史前文明 虽然有很多人认为可能存在 但这里最让人不解的 就是那些史前文明 怎么会消失的一丝痕迹都没有 也不能说没有啊 就发现的几个呢 都是比较有争议的 比如那个著名的三叶虫脚印 地质学家分析 那个石块有2.7亿年的历史 还有在非洲的嘉鹏 当地开采出的钮矿石 含钮量比正常值低了0.4个百分点 后来才发现 那是一个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 已经运行了上百万年 再后来呢 专家解释说 这个核反应堆是天然形成的 还有许多呢 就是在采矿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镶嵌在岩石中的 铁器工具等等 经过年代检测 这些铁器和工具成型的年代 远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 虽然这其中有许多现象的无法解释 但也并不足以支撑史前文明的说法 不过呢 这些都是在陆地上找到的所谓证据啊 如果史前文明真的是沉入海底的话 我们有多大的概率会发现呢 之前提到过一个数据啊 就是截至2020年 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仅有5% 也就是说 还有95%的大海的海底是未知的 而那个已知的5% 我想大多也是针对能源方向的探索吧 所以真要是有一天 人类从海底发现了史前文明的确凿证据 你也不要感到很意外 毕竟这个世界说不清的现象远远不止这些 在神秘学说中 说卯素星人曾是利莫里亚文明的主人 然后我顺着这个线索呢 居然找到了一组很有意思的信息 是说卯素星人正在向地球 持续不断的发送及时行刑广播 刚好在我看到这一组信息中呢 验证了关于利莫里亚的说法 信息中提到 古代利莫里亚人是地球上最先进的种族 作为数百万年前 第一个定居在地球上的十二维人类 天秦座的直系后裔 利莫里亚人给地球带来了 无与伦比的治疗知识 而这些知识 现在才刚刚开始被人们记住 利莫里亚人是地球上最早的人类社会 他们位于卯素星人最初登陆的地方 在地球的最高山顶上 利莫里亚人拥有先进的物理知识 量子物理 物质 光升 频率和治疗 他们拥有超过90%能力的多维DNA 到了普遍的意识水平 在地球发生大洪水之前 闪亮的利莫里亚文明 不遗余力的为地球的后代 保存他们的先进知识 那么这些信息呢 只是及时行刑广播的一部分 那似乎也是验证了前面的说法 刚好被我看到了 就拿出来分享一下 我前面说 这些信息是持续不断的 是因为每组信息都标有详细日期 并一直在往这边发 而在内容里面呢 我就看到了许多让人费解的说法和词汇 比如零点能量 无限能量 虚无能量 标亮能量等等 那么感兴趣 并且想多了解一下的 可以留意一下我的抖音直播 希望在那里 可以看到你的想法和解读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